苏州人 小时候都有 天还不亮 就爬起来去吃面这个记忆 刚开始吃苏州面的时候 你会发现 汤很轻 面很细 跟我们江南的文化特色 是很吻合的 需要你像喝茶一样 能闻的品 苏州吃面怎样吃出感觉来 老苏州吃面 鲜纹 菜品 餐具完全是定制的 自魂死素 八味碟 加上重量级的 蟹膏蟹黄的兔黄油 配上粉油版面 本人真的就是有一个仪式感 我们从小的时候 母亲就会给小朋友 绣骨头鞋 母亲和女孩子 会一起来绣 不价的衣服 背套 它整个贯穿 到我们一生当中来讲 是非常有仪式感的一个事情 饱含了对美好生活的一个向往